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就是锦言 我们这几天都在关心着自謝动议 自謝动议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议员 特别是反对派议员灵活的一面 因为上周还是黑我黑面的 拉到整个一地两桀 没有弱出力动议了 全部倒下为止 你看看自謝动议多感谢 Thomas那种 多感谢林太太 整个人 还要每个人在抢着自己的功劳 有时的政治是否就是这样呢 可能也是的 因为你们有份选他们出来的 你们有份投票的 但我自謝动议最基本的就是多谢些什么 我发现没有什么人多谢些什么 是斯丹敏大会多些的 就是要执政官员的 不如问几位嘉宾 城市之父 洪锦元 议员角度 另外就是陈宇峰 法律 年轻人角度 Thomas有这么多顶帽子 我真是不知你赞哪一样 一会再问一下你 问了陈宇峰 你认为施政报告有没有值得赞呢 我觉得施政报告 首先就是 先拋开这个内容 说这个 自謝动议通过这个动作 就是反映了一个比较好的虚短 就是一个 因为我看到是连续好像是九年 九年 是九年 第一次通过 所以是证明这个蜜月期 是比我们想象中要长很多 证明是有蜜月期先吧 因为上个星期我以为没有问题 是有的 但对于一个大的行政和立法关系 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大的变化 那不如说内容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我觉得就是有几个大的亮点 例如说我自己是青年 我比较关心的都是青年的一些举措 就是施政报告里面 对青年是列了一个单章 还有更多的内容是提到青年 其中就是最近最重要的两个措施 第一就是一个举组后的装冊组 会招收二十至三十位的青年进去 第二个就是青年委员的一个自占计划 我觉得这两样措施是施政报告里面 对青年工作部分的一个 我知道熊锦元有朋友去了听那个简部会 你收到什么资讯呢 现场你感觉如何呢 当然那一天的确是非诚之二年纪 很多人去听 也就是说明这份工是相当受年轻人吸引 是的 但是有些人 因为那天来完语不久 这雨后春笋都损出来了 笋工来的 有些人真的是笋工来的 几万元 包括近十万 五万元 所以其实这份工对很多年轻人 是非常吸引的 但是有些朋友听完回来就觉得 就是内部感受他们觉得 政府内部有些的限制 那些例子有些人觉得要读某些科 他们才有优先一点 但是我读历史读中文 其实可以做research做得很厉害 可以做得很好的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政府不应该限定 读到social science 或者读到public research这些科目 才可以做这份工作 你又说了其中一个 我很久之前一出这个计划 我就已经很大怀疑了 我说特首可能有这个想法 就是想请多些年轻人 枉纳各方的人才 但是最后不是开个位就行 最后是看谁去面询 看谁去请人 请人的西藏的人都没办法 究竟是谁负责请人 我觉得那个才是关键位 把关那个 原意是好的 会否拆走杀别人 这个你都提了关注点 我们趁这个节目说一下 其实就是那个 简介会我没有去 但是后来我就看新闻 我看到有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就是有这个 科目限制 譬如说社会学法律 经济的 他要求是这个高级主任 这个层次的 可能有一些学科的要求 但是对于普通的这些主任 他是没有一个 即是拿不到高级主任 没有专业标购 不一定要读到那些科目 才具备高方面的能力 其实我们要相信 无论哪些科目 我们院校的教育 是被一些人具备 已经可以去申请职位 否则最低他都限定了 哪些类型的人 所以这个 阿錦元卿和晓峰卿 其实说的那些没有抵触 我想最重要的是 负责interview的人 大不大胆 如果他觉得 不是啊这个人可以啊 我保他 那他就可以 照请到他 所以那个是 关键位来的 这个就要 就要看看 究竟请人的大不大胆 他面试呢 我看到就是 他都是比较多范畴 多角度的 他有内部的公务员 还有都会请一些 社会的知名人士 或者某一些 就是专业人士 他们组成一个联合的 一个招聘小组 阿峰 老实说 我是四个里面 请人请的最多 可能都是他 是 不如你讲 你请人有什么技巧 如果你要请这些位 其实这些位 其实这些位 很难请 我都 因为要什么都会 其实我想 林郑特首的想法 应该都是希望 就是用这个位 就给到更加多 在平时在建制 在体制外 是 想是发言的年轻人 给多个渠道 去进来 是 在体制内 去将他们的真识却见 真的可以 付出实行 还有是 明白到 在运作过程里面 可能会见到一些什么问题 其实 如果你问我 如果我请这一批人 其实我未必 真的要看他们的学历背景 我觉得 反过来 我很需要看看他们 有没有这样的心 有没有这样的 我只能叫做 他们的路 你的方向 他们是想着走的 其实我觉得 这些位置应该是 给一帮有心的人 你觉得 因为Thomas的想法 就是用一个 开始上的概念 用一个初创的概念 是的 正如 阿峰 或者 錦延卿 都刚才有说过 其实这个是 初创的部门 初创部门 这个初创部门 应该用初创的精神 来去 去面对人 读书 其实相对 不会说 是一个好的基础 但是读书 其实是一个基础 你很重要 其实你之后 你的阅历 以及你的 精神 很多的 读书最擅长的 那些都做了AO 很多都已经过了一阵 已经整齐回去了 所以不要再请 AO 其实你应该是请 真的想发表的 建议 想要参与 而平时没有机会 那些人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赞了 要赞的东西 也说了 赞中 我们说 疑中留情 赞中也都留疑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你也非常好 我又觉得挺好的 但是Thomas你还没赞 你只是帮他们解采 我赞的 我觉得他 其实这次 他很有心 收纳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其实 很勤励的一个特首 可以看到 山间半夜都还在做 是主力卖点 把很多不同各方面的意见 回习了 就出来了 你看到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赞的当然就是 我最关心的香港的下一步未来 我觉得创新科技是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他摆了很多精神 他摆了很多精神 如何跟大湾区结合 如何跟一大一路结合 其实他有很多蝙蝠有说的 如何去帮到一些中小企 可以是经过税务的安排 或者是各方面的重新 再将他投资的款项再配进去 这些举措 都是希望可以将香港的GDP 即R&D的GDP 是再提升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 我相信过了几年之后 其实我们的 GDP做R&D的领域会提高 科研很重要 科研会是 会增加 商界有没有东西值得 你觉得 我觉得商界多接受 这份试 我相对我自己觉得是一件好的开始 其实里面的蝙蝠都有足够的蝙蝠去介绍 给我们空间 另外他也鼓励了很多 其实是Matching Fund 如何将我们 配对基金 配对基金方面的东西 这方面我想对于 我自己做很多天市投资 创投 其实我觉得都会受惠 我想融资方面 一定是主力的关注 其实融资 其实科技发展 最重要是融资 以及你的气氛和氛围 香港 我觉得 未来的趋势 都需要在这方面再加强 因为 我想里面他没有说到很多 详细 就是融资的空间 以及整个环境 如何可以更加适合 创新科技发展 因为我们要用传统的 这个牵涉到好像是证券法 SFC 传统融资渠道 债院 上市集资 的改革 因为我经常说 在新的环境里面 在数据市场里面 你是要有新的思维 新的法律的制度 才能吸到新的钱 才能吸到新的钱 如何将全世界的钱吸进来呢 其实这里就没说很多 我们希望其实可以 有更加多的 发展的空间 其实我相信 这届政府如果是 可以继续吸入更加多的意见 把刚才我说的一些 或者其他不同的人说的 再放进去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经常说 old money 就是那些很有钱的家族的钱 现在我们要吸入新的钱 新的钱 不过我觉得 阿峰说了一件事很关键的 就是说 十年不逢一润 终于过一次 自这同意 是不是应该 用这个基础去继续尝试 听听对方说话 至少听政府说话 不要常常 要凹残政府为止 我上个星期 是很忧心 这个字字 是同意有过不了的 他有担心过去 你想想他出道 要赶走全部公众 和全部 全培 去拉倒会议 这个星期回复 正常一点 所以 我但愿立法会一时一样 麻烦你 就好像有风风那样说 麻烦你这个文学期 继续 密密针 这样才能做到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